欢迎收看大面大放,上个星期两天港灯和中电都宣布加价, 港灯加6.3%,中电加9.2%,很快很多人去中电总部示威, 一开始港灯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没什么人去吵港灯, 但是中电政团、区议员全部去示威,要求他们加幅不要加那么大,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现在我两位嘉宾对这件事都非常关注, 李慧琼议员,你好,林建峰,你好,飞哥,很久不见了, 不是这么久,你两位当然全国立法会都关注这件事, 不过他一开始,中电总裁就说,微调空间都没什么, 但是呢,今天呢,转太,就说有微调空间,从9.2%就选到7.4%,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现在去片看下他, 还有去看下我们环境局局长邮团华怎么回应,好吗? 我现在已经开启动了,在那里面有一个产生意识的 提示出了我们的议论和政府,在公司,和公司, the business chambers and also importantly our customers as well over the past week since we made our first announcement on Tuesday. We do fully understand that the tariff increase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our customers and we've taken extra steps to try and keep the adjustment as low as we possibly can. We're effectively paying for fuel now and delaying passing that cost on to our customers. This is not sustainable longer term, so we will need to closely monitor the deficit to ensure that we do manage our fuel clause account in a responsible manner. We will also provide additional assistance to our customers with the cost and the cost.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is morning we'll see the announcement from the co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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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st. 是下調至7.4% 而政府正在研究具體的細節 兩位議員 今次的下調其實就是燃料價條款 從3.7線就選擇到2個C 基本的電費就沒有選擇 這個就是說會有損失 到14億 這個他將來收回 到底是負責 就是爭他的 到底你兩位 首先李維琪你收不收貨 我們對於7.4%這個加幅 仍然是不滿的 第一這個加幅遠高於通脹 第二就是它的基本電價 是一先都沒有減的 大家明白了 燃料漲就是實報實消 也是將來會收回的 如果將來經濟條件許可 或者社會輿論 萬一走漏眼的時候 它就會收回的 所以簡單來說 中電其實是沒有在自己的帳項裏面 付出任何的實質的承擔 所以7.4%的百分比 我是不能夠接受的 稍後市民你怎樣才收回 我覺得 他所說的減價 從9.2%就減到7.4% 在這個時刻來說 減到7.4% 當然1月1日市民不需要 賦到9.2%增幅 但是我覺得 仍然他們有空間去調低 但是現在在那個加幅上面 比如一些工業用的高用量工業的收費 仍然是沒有調整的 你明白到工業用電 不是用來玩的 它是用來實用的 實用的 如果是你把那個高用量的工業 不調低它 遲早都是轉嫁給市民的 這些是什麼呢 好像港鐵 好像醫院 或者是香港的泵房 或者是機管局 這些我們大家都看到 是市民用的東西來的 如果不把那個架構來更改 調低它 始終都是市民去付抄的 管制法則保障了兩件實賺錢 我記得以前的立法國那件事 我和張艷川不斷提出來 一會兒叫我們說 就是為市民服務的辛苦法 好像這些現在這樣 那個管制法則就是保障它差不多 9.99%的利潤 沒有行生液 但是那件事政府的argument 它不是保障是控制 到底是否不同 以scheme的控制 管制法則是保障它的利潤 還是限制它的利潤呢 肯定是保障它的利潤 你剛才說的只是一部分 我了解過了 除了是資本投資的9.99%回報之外 其實所有燃料漲的上升 以至到營運開支的上升 成本其實全部 中電費用一元 我們都要給它 所以不只是9.99%回報 而是其它的費用 它都可以收回 坦白說現在這樣的世代 有什麼生意 是可以賺到這樣的利潤 我相信當年用利潤管制 是很多政治考慮 亦都是可能有一些不明朗 例如97回歸之後 會不會有企業擔心會改變 所以才會繼續持續利潤管制 去到現在大家都必須要想 現在是否仍適合繼續用利潤管制 10年了 是呀 2018 Jeffrey 你怎樣看 以前飛哥 當你在港英時代 當後政立法兩會議員的時候 這個制度已經存在 我亦同意當時回歸之前 有97的因素在那裡 為了保障投資 我覺得這個機制 是產生了作用的 至於那個點 應該在哪裏才能平衡呢 這個有待社會去討論 但在現在這個時間 這個機制既然是存在的 我們亦都是很難 在今時今刻立刻去推翻它 因為我們香港始終是一個法治社會 我們亦都是尊重所有的法例的定立 我反而奇怪是這樣 我反而奇怪的是官方的回應 官方就是我們特首和邱騰華 說他不要賺得那麼盡 要有社會責任 賺緊的 什麼叫社會責任 還有呢 就根據有些議員說 是行政會議同意的 他們宣布之前 經過行政會議的 波特居然上網頁 在這裡好像 扮東西那樣 到底是否扮東西 我不知道 總而言之 他兩位 說應該 顧著你們社會責任 你不要笑 真的很痛苦 做市民 沒有人是明白的 有可能做特首也是這麼痛苦 吹他不像 是嗎 非哥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局長的回應就是 行政會議是需要批發展計劃 五年的發展計劃 但他沒有正面回應 行政會議可不可以 政府似乎是沒有機制去否決 我的演繹是這樣的 政府就沒有正面承認 是的 但是非哥 裏面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即是 是否政府是把關不力呢 我們都可以去看看 例如一些長遠的投資 會不會是過快過早呢 如果你是過早的 那你現在要拿出所有的錢 那譬如在這個成本的數字裏面 有沒有水份呢 少許水都不要緊 千萬不要水腫 所以這些是政府的責任 有個機制是好的 但是怎樣把關呢 是另外一個問題來 如果特首打到電話去 他們都不理睬 那他真的有些無奈 所以幾方便呢 都要一起去做工作 不過兩天呢 我們大家都聽過 08年的時候 可能研究開放市場 即是隱日競爭 到最後又不了了之 我記得我老友記 潘國年非常努力 想隱日競爭 隱日競爭 其實電和電訊 不一樣的 因為電有固定資產 就不是大氣電波 不是大家可以用大氣電波的 而且電信呢 電信呢 cable wireless 這個前身呢 政府要給它67億 買回我的權 才開放的 電呢 有發電是一部分 有最重要是電網 電網是分開的 所以很難引入競爭 除非政府定了一個電網 你使用權是多少錢 你們認為 將來現在 講十年 2018 應不應該 香港引入競爭呢 我想市民 在消費者的角度 當然是期望引入競爭 但非哥 你正正講出問題核心 現在電網是屬於兩件私有財產 是 如果你透過立法 甚至是強硬 就是人家都可以用 大家可以用 強硬要求它去開放電網 市民一定要付出一個 價錢 是的 一個價錢 那個價錢呢 就不知是多少 這個 我就覺得政府 都要去思考這件事 因為現在事實看到 上次好像探探水溫 沒有正式引入 這個其實都是電網的問題 它供電進來 它的電怎麼輸去 每一個住戶那裏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來的 另外其實 你說香港的市場 是不是不開放呢 其實又不是 任何人 你有這塊錢 就可以進來投資 但如果你計算回報 也是計算不成的 如果你的新投資來講 有可能它的回報 將來收益 比現在的幾間公司更大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投資 有可能是多少千億 多少萬億都不定 以前 它是這麼多年前 是起落了的 以前的成本 都有這麼大收益 如果你新的公司進來 用新的計算方法 有可能市民是得不到益的 所以 那個計算方法 我覺得政府都要考慮 怎樣去調整一下 好 我先休息一會 一會回來 我會跟兩位議員說 當年我還有其中一位 和張鑑宣兩個 怎樣和Kaduri周遜 待會見